肺癌是全球死亡率最高的癌症 国内110年肺癌标准化死亡率为每10万人22% 相较100年以下降16.4% 但仍高居癌症死因第一位 且存活率相对低 肺癌患者之所以存活率较低 主要原因是因为早期肺癌无明显症状 而出现显著症状时诊断已多为晚期 国建署提醒民众多加利用政府补助的肺癌高风险族群 每两年一次低机量电脑断层肺癌栽减 参与跟协会的合作 我们也从国际跟国内北级的实证 找出了哪一些对象 是属于我们能够利用国家的资源来协助跟帮忙的 所以大家在有了共识以后 国内确认了我们有两个主要的主体 第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的实证有关中度吸烟症 那跟亚洲比较不一样 国人来讲女性90%几乎都没有 90%肺癌的患者几乎都没有出烟 那在我们Talens大币里面来讲 那么大概跟我们的遗传的加鲁史比较有相关系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类 定为我们优先来执行的一个对象 那有关会来筛检了以后 相关的 接近的大小 治疗的指引 那么也非常谢谢各位学员大家一起帮忙 我们一届有了共识以后 我们就这样的一个政策才能够备行 那非常谢谢大家 那从7月1开始 全国有142家的医疗机构加入网绘 我们会来筛检 那么有这样的对象 在这半年当中 总共有两万多个个案来接受我们的筛检 那其中找到了两天有160位主任的费案 那跟我们一起的其中有80%多 都是我们跌到一起的 那么为什么会来筛检 早期的政策非常的重要 因为会来各的西北 它的五年存活力 那差别会这么大 连到一起 那两年存活力可以高达9成以上 然后到了第三期第四期 甚至第四期 甚至少得一成的一个五年存活力 肺癌筛检过程只要五分钟 且没有侵入性 若能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就不用承受晚期肺癌治疗过程中的 身形痛苦及庞大的医疗费用 那我们很期待的是因为抽烟的肺癌 抽烟的肺癌看起来那个晚期的还是多 那我们希望是我们的整体的这个 第四期的病人可以从50%降下来 第一期的病人增加起来 唯有这个期别的改变 期别的转移 才是能够解决肺癌 改善肺癌的死亡率 我们做这个动作是顺入这个潮流 而且是在实际上是领先的 然后那我们中央民国放射生医学会 那基于这个保护国人的健康 尤其是辐射安全的把关 所以这个是我们择无旁贷的 所以我们学会会对于这个 所有的民众在接受检查的仪器 还有环境做一个定期的检查 侦测 然后保障这个我们真正的用到 低剂量的检查仪器 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我们的操作人员 这个放射师的一些SOP的教育 我们也会定期的来跟大家做一些解说 然后规范 让大家都有得到一个均衡 而且高品质的一个检查的程序 我们目前大概从去年7月1号到现在 开办这个多多7月的计划之后 至少已经有2200位以上的民众 接受这样的一个检查 那其中已经有发现到160位的一个民众 有确诊是非常正确的状况 但是呢这160位的一些病人 非常确诊的一个病人 那实际上大多数我们都知道 受益精神 反正这160几乎都是原型到一型的状况 那这样的形状 这样的预号是最好的形状 就是说像我们其实会建议就是说 如果是在筛检发现的异常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说异常其实不等于就是说 是得到了癌症 因为异常的话 它可能会有相当多的一些节节的一个情况 那有可能是良性 有可能是这个发炎 那甚至有可能是早期的这个肺癌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要接受这个医师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建议 然后呢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才会来做一个确诊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确诊的动作 事实上其实大家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心 那它并不是一个相当大的手术 那如果说有确诊是肺癌的话 那其实就是心态上面 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面对 那并不要太过于担忧 因为在大部分我们这个 如同前面有相当多的专家学者 长官所说的 就是说我们发现了很多人都是没有症状的 那很多人80%以上 都是零期到一期的这个早期肺癌 那他就要说这个时候来处理的话 那一本是甚至是用到了这个所谓的 微创的一个手术 事实上都是相当好处理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我在这边要呼吁就是说 我们这些有中毒吸烟的这些理由 应该要这个及早来戒烟 唯一有戒烟在这个才能够减少肺癌的发生 那特别是我们戒烟以后的10到15年 肺癌的发生率就会降低一半 所以实际上我们如果有吸烟的这个这个朋友 还是要及早来建议 那也感谢说我们的会员 在这些年来对我们肺癌病人的这个照顾 相信配合国家的政策 我们这个修重学位 还是为经理来照顾所有我们的这个大众的健康 国民健康署与全国142家医院携手合作推动计划 鼓励符合资格的民众 可致国健署肺癌筛检合约医院预约及检查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